你真的觉得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吗 我一直今天才决定的啊 你妈在我就顺便说了 你今天才决定 那是说你已经想好了是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去工作 会不会因为工作又弄坏你的身体那怎么办 你想说的应该是怕我去工作又流产吧 我没这么说 那次流产是个意外跟工作无关 你想要怎么样我无法阻止你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家可以照顾好 顾家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要两个人一起顾才叫家 我只是 只是希望你不要因为工作 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 就是 我的人 neck 在那吧 小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